今天我要和你分享马太福音的查经 记得上一次我们查第一章 第一节到第二十一节 今天我们从第一章的第二十二节 盼望能够把第二章全章都查完 今天要讲的主题可以简单是 耶稣基督降生的死 耶稣基督降生的死 那么我们先看第一章的二十一节 上次我们提到天使向月色选线的时候 就特别论到 这个他的未分妻玛利亚 所怀的印是从圣灵而来的 是要称为神的圣子 二十一节提到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 耶稣言文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 也就是他来做世人的救助 他怎么救呢 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前面我们也提到 这里称为百姓 不仅仅是论到犹太神的选民 犹太人神的百姓 这里同时也是论到 有关这一个 耶稣基督来到是做天国的王 因为马太福音最主要描执的耶稣是王 所以他是天国的王 他颁布天国的律法 就是主的门徒们该有的生活 天国的门徒应该是怎样 主的门徒应该是怎样 所以这里论到百姓 来是带着一个意思 主耶稣是我们的王 是万王之王 那么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拯救出来 叫他们成为这一个义的国民 圣经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 那么主的救恩 不仅叫我们灵魂得救 又将我们从罪的捆绑里拯救出来 所以身为基督徒 今天我们是这一个经历了神 救我们脱离黑暗的前世 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 我们是以圣徒同国 是神家里的人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经历救恩 所活出的新生命新生活的那种见证和光景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第二十二节 这一切的事成就 是要应验主界先知所说的话 这一切的事成就 就是应验这一个圣灵投胎在 同理玛利亚的身上 然后就快耶稣诞生的时候 在这一个过程里 所有这些事成就 是要应验主界先知所说的话 那是以色亚书 大概第七章那里 就是说 二十三节 必有同理怀孕生子 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 同理怀孕生子是不可能的 依人来看 但是当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的时候 神却是卷选了同理玛利亚 而这件事的发生不是偶然的 是早在圣经一早就已经记载 而这一个记载 一早就已经在这个 大概是公元前的 五百八十年至六百年的 这段期间 神已经借先知说出了预言 收到了就应验了 汉基法说 让我们看见神所做的事 不是突然的 神是有计划的神 神一早已经借了他的话语 预言基督要降生 同时呢 神的应许 神的预言 一点一话都不会去 无论人如何的失败 或其环境如何的拦阻 神的话语一定要应验 所以主耶稣的降生 是怎样的应验 主耶稣再来的预言 也同样一定要应验 我们需要对神的话有信心 那么 必有同理怀孕生子 我相信这节圣经 记载在先知书的时候 当时 犹太的百姓 他们很多 有的都知道 我相信连玛利亚 她更是熟悉这节神经 所以当 在路加福音天使 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 天使说 蒙大安的女子 我问你安 然后玛利亚呢 她一听见天使 所讲的这件事 她立刻说 我是主的神 你情愿照理的话 成就在我身上 若是 她没有 对旧约圣经 有点认识呢 她会觉得 根本不可能啊 她第一句话 起诉 我还没有出嫁 怎会有这事呢 但天使对她说 至高者的圣灵 要灵到你 她就完全相信 实在是 相信的女子 蒙大安的女子 她就相信神的话 为何呢 因为她 有旧约圣经的 这个预言 她认识熟悉旧约圣经 所以后来 在玛利亚的祷告 是很熟的 从这里 你会看见 玛利亚的蒙福 因为她 圣信神 她科目成为神的器皿 但是 她的信心呢 也同样是 有根基的 她熟悉神的话 所以今天 我们要对主有信心 要与主配合 我们需要先 认识圣经 明白神的话 神的话存在心里 我们就能够平信 知起神的话语 与神同工 那么 为何这里称主的名为 以玛内力 前面称为耶稣 是论到主耶稣 来到地上的执事 是要把自己的百姓 中的罪恶力 拯救出来 救我们脱离 罪恶的世代 救我们脱离 这个 这个 将来地义的佛福 也救我们脱离 魔鬼的权势 罪恶的捆绑 救我们脱离 这个人生 这个苦海里面 所面对种种的苦难 这是主要拯救 但另一面呢 他说 人要称他的名为 以玛内力 就是人看见主耶稣 就称他 以玛内力 以玛内力 就是神与我们同战 换句话说 主耶稣呢 他就是像 神人中间的桥梁 神人中间的中宝 原来世人犯罪 得罪神 要惹来神公义的审判 因着主的救赎 叫神能够 饶恕人的罪 然后原来 人因着犯罪 心里刚硬 就 无故地恨神 然后因着主耶稣 保学习经救赎 叫人悔改 归向神 就与神和好 然后就享受了这个 神与我们同战 若不是借着耶稣 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 所以今天 我们要享受 以玛内力的生活 我们必须是 常常住在主的里面 当我们在基督里 我们一住在主里 顺从圣灵的感动 住在主里 常常在灵移住交通时候 我们就享受神的同战 在主耶稣的保学 折盖比下 我们就享受神的同战 我曾经有一个专题讲 享受以玛内力 当我们求靠主耶稣啊 我心灵里 求靠主耶稣啊 你就经历了什么 经历了神的同战 当我们这一个 求靠天父啊 父神啊 同样你经历了神的同战 所以在这里 我们看见 这个神的同战 是因为主耶稣 而带进来的 能够带给我们 好 我们再来看 第二十四节 耶稣神要起来 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 把妻子起过来 只是没有和他同房 等他生了儿子 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在这里你会看见 义人月舍 前面我们曾经论到 上一次我们论到 月舍 他在神面前 他是个义人 这里所说的义人 是代表着 他遵守律法 遵守约号法的律法 敬畏神远离二世 所以是个义人 那么神不仅拣选玛利亚 也拣选月舍 因为月舍在这个时候 他所要承担的是很多 比如说弟 当他起初 定完分 就快接分 发现未分期 肚子大了 这一下子 你看若是一般的男人 可能受不了 但是月舍不明明羞辱他 不在犹太社会 大追大雷落是这样 可能很多人要拿石头打死 打死这个玛利亚 因为他起初不明白 他就又想保护他 爱护他 所以就暗暗的羞辱 不是羞辱 暗暗的 想修掉他 他正起这个意念的时候 天使就向他显现 梦中显现对他说 大卫的子孙月舍 不要怕 只管起过你的妻子玛利亚 你知道 若是即便玛利亚向他解释 月舍也不明白 因为从来没有这种事 哪里没有接分 就会怀疑呢 但是感谢说 当天使一向 月舍讲完神的心意之后 月舍完全相信 他立刻把玛利亚起来 在这里 你就会看见月舍 第一 他信而顺服 他深信天使在梦中 向他所讲的话 第二 他顺服神 他不仅有信心 他同时顺服神 顺服神的安排 有的人说 我结婚的时候 我是想自己 想幸福 那现在 这个未分期 不然 是这个 有了怀孕 并且有了怀孕之后 还是从圣灵怀孕 这一下子 虽然是神圣的事 是属神的事 但是他自己好像 要面对舍己啊 因为一接分 起过来之后 不可以与他同房 就要等到玛利亚 诞生下了耶稣 然后还要过相当一段时间 才可以 玛利亚才可以正式做他的妻子 就是有同房的生活 这需要舍己 同时这也需要承担修路 因为一般的犹太社会 当时农业社会 人与人之间很接济 宁机啊什么 很接济 就很容易 你一接分 你的妻子已经是怀孕了 已经准备生产了 这一下子会让别人背后 讲很多不好的话 可能是误会 也可能是这个藐视 原来是一个艺人 可能给人误会啊 所以要付很大的代价 还有亲友的看法 父母的看法 很多压力啊 但是感谢主 你看艺人月色 神实在是检选他 不仅玛利亚承担的压力是最大 但是他说我是主的使命 他是甘心乐意 所以从今以后万代称他有福 月色也同样承受不少压力 同样他还要有舍己牺牲 但是感谢主 当天使向月色检选的时候 月色完全顺服 立刻把玛利亚取来 因为他这一个做法很要紧 对玛利亚来说是一个保护 叫玛利亚不至于 面对太大的压力和羞辱 因为他起过来不和他同行 然后呢 就看顾他的身体 对玛利亚的心灵来说 都是一个很大的扶持 所以我们看见玛利亚实在是个义人 然后这里有几句话很要紧 他醒了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 把妻子骑过来 特别留意遵着主使者的吩咐 在这里来是再次提醒我们 今天我们跟从主耶稣 我们需要明白神的心意 同时要遵行 行道是很要紧的 今天我们跟从主 主所卷选的 主所使用的器皿 一定是有一个特点 就是信而顺服 这是最基本的 你看天使像玛利亚显现 他顺服成为神的器皿 像约瑟显现 约瑟顺服成为神的器皿 他们两夫妻同心为着神 把自己的所谓的益处摆在一边 同心为着主 成为神的器皿 耶稣降上 并且呢 他们有属天的价值观 他们认为这样的舍己 这样能够为着主 是蒙神特别的拳选 是万民中特别蒙福的 所付的代价 算不得什么 反而是叫他们得赏赐 所以约瑟和玛利亚 是一样的蒙福 并且约瑟在 娶玛利亚过来的时候 就援手天使对他所说的 不与玛利亚同房 然后就知道 耶稣降生 就照着天使所说的 给他起名叫耶稣 在这里你会看见了 神托付约瑟 约瑟完成了 他也是神的器皿 实在值得我们在神面前 学习 这个顺服神 信而顺服 好 现在我们看第二章 第二章 当希腊王的时候 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亨 有几个博士 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 说那生下来做 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 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 特来拜他 在这两三节圣经里面 第二章一开始就说 当希腊王的时候 希腊王这是指大希腊 就是第一任的希腊王 大概是在主前三四十年的时间 他已经是做了希腊王 是管辖当时的犹太 犹大帝 然后 耶稣 生在犹太的伯利亨 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亨 这是应验 先知所讲的预言 在这一个 米加书五章二节那里说 这一个 就是 后面第六节 这里也是引用 犹大的伯利亨 你在犹大城中 并不是最小的 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 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 以色列民 所以 先知的预言 一定应验 主耶稣降生 要在伯利亨 那么 为何会降生 的时候呢 就是 这一个 会在伯利亨呢 在路加福音第一章 我们知道 主耶稣降生的时候 是在伯利亨 然后 这个当时的牧养人 就 到伯利亨城 去寻找 在这里有一个 很主要的言语 原来呢 我们知道 这一个 玛利亚 还有这一个月舍 他们并不是在伯利亨城 但后来由于 罗马的一个提督 下令 要犹太人 各归各成呢 去 为了 计算他们的户口 所以 这个使命 由于当时 犹太国是给 罗马帝国 所亡国 所统治 所以呢 罗马的提督 管理那一带地区的提督 一发这个命令的时候 犹太人就各归 各家 所以 这个越舍和马利亚 他是属于伯利亨城 是犹大支派 属于伯利亨城 因此呢 他就来到伯利亨 而来到伯利亨的时候 正是 马利亚要生产 所以主耶稣降生 在马朝的地方 因为连客栈 客栈的地方 都满了人 所以 这一切都是应验圣经所说的 所以主耶稣要降生在伯利亨 即便 反景 原来是相悲 但是呢 神就会兴起一个反景 让这个 圣经的议员应验 早在公元前几百年 先知已经讲了这段议员 12道应验 犹大的伯利亨 所以主耶稣的降生 是在伯利亨城 这也是应验圣经所说的 正向主耶稣的再来 他在耶路撒冷移动的 橄榄山 圣经说 他怎么上去也怎么回来 这些话都必应验 我们要对神的话更有信心 那么 耶稣降生在犹太的伯利亨 有几个博士 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 这里不是说三个博士 说几个博士 留意圣经神的话 几个博士 这几个博士 我相信他有一个特点 古时的博士 有一部分他是属于天文学家 是关心的 是属于关心的 他这个关心 可能他看天文关心 忽然间看见 东方有一个星 他说 我忽然看见在耶路撒冷上面 有一个星 他们是从东方来 从东方来大概是以 以色列的版图的地图 东方就是伊拉克 波斯 伊朗 就是这些地方 那我相信呢 以色列人当时 他们曾经给波斯帝国 统治了相当一段时间 那在波斯帝国期间 这个主的名也是 因着但以理 因着神的仆人们 大大传开 所以 当时呢 在波斯那一个地方 有几个博士 从东方呢 他们来到耶路撒冷 他们为何来到耶路撒冷 而不是来到伯利恒 因为他们 看见了星 他们认为 这是由君王降生 而君王一定是在 京城降生 而耶路撒冷是京城 所以他们就来到耶路撒冷 而来到耶路撒冷 一定到西里的王宫 因为以为君王就降生在王宫 翻句话说 他们是凭自己的见识 博士的智慧见识 去寻找耶稣降生 原来他们看见一个星 我相信这是神的启示 这是神特别对他们的启示 你看 有关主耶稣降生 主耶稣曾经降生 那个时候 神给这一个牧羊人 路加福音那里记载 给牧羊人 借天使显现 告诉他们 基督降生 报家印 但是这个时候 在基督降生那个时候 东方的几个博士 同样得着启示 那么我们会很稀奇 为何 犹太人 本地在那边 这个守旧约律法的犹太人 他们得不到启示 相反的 反而是那些东方的外邦人 他们得到启示 而他们得到启示 是看见 一颗星 再次我们看见 得着启示的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是科目 科目的人 就能够得着 即便按外表来说 他们是外邦人 是不配的 基督降生是 来到以色人当中 神的选民 要先认识他 就问是从犹太人开始 但是这几个博士 竟然蒙福 为何呢 为何神向他们显现 因为他们科目 何以见得呢 你看当他们一看见 东方有一个新表明 是金王降生的时候 他们就不眼万里的 也可以说是 付代价的 长途跋涉的 古时要骑骆驼 经过沙漠 是很遥远的 若是波士过来 还要经过波拉大河 哇 这是很遥远的路途 所以到了 找到耶稣的时候 耶稣已经称为小孩子了 犯其法说 他的行程 起码走了 两年的时间 一年多 两年的时间 已经是走了 那样多的时间 耶稣降生的时候 他看见那个心 到了 找到主耶稣的时候 已经称为小孩子 所以 在这里 你会看见 他们付多大的代价 若是不是真正 敬畏神科目的 就即便看见 知道有金王降生 也不会付代价 去寻找 所以在这里 就让我们看见 这一班有科目的几个博士 他们是那样的蒙福 圣经让我们看见 无论是乌歇文的小民 使徒们 门徒们 他们那种科目 主耶稣拣选 或许东方的这几个博士 他们虽然是保学知识 但他们科目主付代价 谦卑寻找主 神同样拣选他们 向他们显现 所以 这乃是提醒我们 今天我们 在跟从主的路上 无论我们 是 在地上 是保学知识 还是 邪文教授 任何光景 不要紧 要紧是科目 要紧是 我们无论在任何阶段 都是科目的 主的显现 你这个科目主就显现 而在这里我相信的 他不是说 他 像古时所说的 某某君王降生 就有一颗心 不是这个意思 这里的心呢 在圣经里面 若是心本身 当时出现 是什么情形呢 我个人相信 是指天使 为何呢 因为 许多时候 圣经都把天使 用心来代表 就像撒旦背叛神的时候 他原来 圣经称他为 明亮之星 他原来是称为 明亮之星 后来他 堕落了 然后 撒旦 堕落的时候呢 启示录十二章说 他拉着天上 星辰的三分之一 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 不是指 真正物质的星 不是 只有三分之一的天使 跟他背叛 然后在 这个 有时候 也把 神的这个 种旨 就是像天使 比喻作众星 所以这里呢 都是圣经 让我们看 事实上 当时呢 那一颗星 是天使 为何呢 因为后来 当他们去寻找 耶稣的时候 那颗星 忽然在他们前头 走 走在他们前头 从这里 你就会看见了 原来 这个 那颗星 会带他们走路 这不是今天 我们在天文上 天空上 所看见的星星 不是这个 这里 原来是天使 在原初 他像发光 就像一个星 然后呢 就带着他们 带到主耶稣那里 所以圣经这里 是用星 来 这个 来表证 那么 星在灵异上 代表什么 灵异代表启示 彼得后书 第一章 四九节说 你们在这预言上 留意 只等到天发亮 成星在你们心里 显现的时候 才是好的 就是成星 就是启示 带来光 星是带来光 成星带来黎明 带来早晨 带来光 所以今天呢 这里的星呢 是带 在属灵上 是表证启示 那这个 表证启示 乃是说 东方的几个博士 他因为看见 这个启示 以当时来说 神祭天使 引到他们 但是 看见这个启示 叫他知道 有君王降生 所以今天 圣灵的启示 解开神的话 乃是把我们 带到主那里去 叫我们预见主 一个没有启示的人 他碰不见主 一个常常在神话 以启示的光中 神话一解开 啊 他里面亮了 曾经在他里面 出现了 启示来到了 然后就 把他带到主那里去 叫他联以主 联以基督 甚至是要付代价的 来追求主 来朝见主 这是一个有启示的 所以基督徒 普遍的生活 若是活在 这个 没有启示的光中 而是神的末世 稀少 就像旧约时代 这个四世纪的时候 撒末尔基开始说 那时候 一话言以稀少 所以以色列人 他们在四世时代 是个人任意而行 直到撒末尔领受 神的启示 丰富的时候 神的子民 再回到神话一的光中 再转向神 所以 在启示的光中 侍奉神是很要求 当然这个启示 根据神的话 解开神的话 所以 我们看见 圣灵的启示 是叫我们认识基督 神发意的解开 是叫我们认识基督 叫我们来朝见主 甚至付代价 都乐意 一个没有启示 你叫他付一点代价 他很吃力 付不来 也不愿意 但是一个有启示 在启示中认识主 有君王降生 认识主是万王之王 这一下子 他要付代价 偏下所有跟从耶稣 使徒们也是这样 彼得 雅各 约翰就是因为 有启示 认识耶稣是基督 所以他们付代价 主啊 你有永生知道 我们还要跟从谁 彼得下所有跟从耶稣 一个没有在启示光中 认识主的 他不会付代价 所以 你会看见 东方这帮外邦人 他们付代价 去了 稍微有自私的 你分析一下 都不敢去 凭着一颗星 就这样 你就到那一个国家 海里捞针 即便一个耶路撒冷 京城 大得不得了 真是海里捞针 哪里知道一个婴儿降生在哪里 怎么找 不会付这样大的代价 只怕我这样大的代价 付进去 最后找不到 那时 就铺了个空 但是你看这帮博士很科目 就是平行寻找 科目寻找 主耶稣寻找就叫他们行券 所以后来 心引导他们到主耶稣所在的地方 在这里 你就会看见 所有真心科目的人 主都向他们显现 在主耶稣互活的时候 也是这样 莫达的玛利亚 一直在坟墓门口哭 主就向他显现 所以我们看见 科目的主就向他显现 这是属天祝福的原则 然后当他们找错了 起初是看见心有启示 后来却是凭自己 这里来是告诉我们 当我们起初是 凭着启示来认识基督 我们在跟从主的路上 一直凭着启示的光中来认识主 凭着神的话语 而不是凭着人的智慧 他起初从启示开始 接着凭人的智慧 这就创出个祸了 为何呢 因为他跑到耶路撒冷 在犀利王那里 到了京城的 这一个犀利王的皇宫 去找他 结果犀利王听见心里不安 你看 他们从东方来到犹大地 来朝见主的时候 这里特别说 特来拜他 第二节最下面说 特来拜他 我们先思想特来拜他 就是说他专程这样远来 就是为了敬拜主 一个真正有启示 认识基督的人 他不是说 主啊你给我这个 给我那个 他反而是 主啊我要敬拜你 主啊我要把自己上好的奉献给你 稍后我们再会再讲这一题 所以 当你在其次的光中认识基督 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的时候 你是带着敬拜 虽然主耶稣 他的降臣不在王宫 你是在马超的地方 并且他这个 住处一定是很卑微的地方 贫困的地方 但是 这个东方的几个博士 他不看反省 他一看见小孩子 和他母亲就拜那小孩子 从这里看见他来到 朝建主就是为了敬拜主 今天 我们每逢主日 来到教会中 一同朝建主的时候 就是为了敬拜主嘛 所以我们是以诗歌 颂赞 祷告赞美 把所有的敬拜赞美 都归给主 归给父神 所以每一次我们朝建主 不可以空手朝建他 我们都是以感谢为继 献给神 所以这里来是提醒 我们真正认识主的 来是敬拜主 完全来充满了敬拜 特来拜他 你看东方的几个博士 主要父那样远的路程 就是未来敬拜主 今天我们千万不要说 主日聚会 我要路程远一点 我很忙 就不去敬拜主 不应该 除了个人的敬拜 是要团体的敬拜 教会的敬拜 有的转了几乘车 还是要到那个地方 发了多远的时间 一定要到那个地方 团体敬拜主 所以我们应该有这个 看见 然后西里王听见 就心里不安 为何听见 因为一定是他误撞到王宫里去 找西里王 因为他以为君王降生 西里王听心里不安 那是很正常 因为他自己做王 不想有一个君王降生 就将来代替他 成为牧羊以色列明的王 他怕 西里王他怕 他怕王位传给他的儿子 一直传下去 所以他心里不安 我们很明白 事实上他不知道 主耶稣来是做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根本不是属地的这一类的王 他不知道 所以你看 撒探就在这里利用了 他一听见就心里不安 然后开始要动杀机 准备要杀 然后呢 耶路撒冷合成的人 也都不安 你会看见这个消息 一下子传遍整个耶路撒冷城 众人都知道 有君王降生 但是为何耶路撒冷合成的人 都心里不安呢 若是你仔细想想看 不可能吧 以色列人昼夜 所等候的 就是君王降生 就是基督降生 成为他们拯救 他们是王国奴 但是没想到 真正君王降生的时候 反而他们不安 他们惧怕 为何呢 这说明了 他们当时的热心 在当时耶稣降生 那个时代热心呢 很多都是外表的 所以主耶稣称那一个世代 许多发力赛人是假冒为赛 正是代表那一个世代的情形 他们有很多外表的 圣殿的堂房 但是里面却是麦尼昂各自 很多贪财 他们的心都还没预备好 迎见亲王降生 就像以今天来说 若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 有人一听 主就快回来了 他瞎了 为何 我地上很多美梦还没有完成 我的事业还没有完成 我很多的 要享受的还没有享受 主就回来了 平时好像嘴里说 主啊我愿以来 真正主回来 反而是不安 所以求主呢 光照我 叫人不要像昔日的 以色列百姓落在这种外表 到处都是犹太人会谈 好像一个复兴 实际上心里并没有真正 科目主来 所以主来不是翻喜跳跃 反而不安 这就显出他们的光景 第二 他们的不安呢 就是 完全 你自己的想法 他们可能怕 啊 现在罗马帝国这样强盛 若是 耶稣降生来做他们的王 岂不是 带来 整个犹太人 要给更厉害的 的这个 残杀吗 所以他们更加不安 这也可能是一个原因 但无论如何 若是这样的话 代表着他们对基督没有信心 基督是万王之王啊 在圣经的预言里 是 这一个 多次提到 他降生是要成为以色列民的拯救 更是成为万民的拯救 从这里你就会看见 神子民 对神话语的信心 出了问题 一面是没有预备好 另一面是根本 赎 圣经却不信 却不够信心 这或许成为我们今天的提醒 有关主回来的预言很多 有关圣经真理很多 但我们是否 对神的话有信心呢 是否是 像 约翰在写启示录 最后说 主耶稣 我愿你来 爱你 渴望如 像同你 等候良人的回来 求主给我们有这种的爱情 然后 第四节 他就 希律王就招了 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 问他们说 基督当生在何处 他们回答说 在犹太的玻利横 因为有先知记者说 犹大帝的玻利横 你在犹大诸城中 并不是最小的 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 要从你那里出来 牧养我以色列民 你看 民间的祭司长 文士 他们都是 很熟圣经 当希律王召集他们的时候 他们立刻背嘴 一段有关基督降生的经文 然后立刻说 是在玻利横城 把这件事告诉希律 而他们本身呢 有没有去寻找 没有 反而 他把这件事告诉希律的时候 是做了一件不好的事 因为这一来呢 让希律可以在玻利横城 去寻找准备要杀耶稣 也许是给魔鬼充满了 但那几个博士 他从东方那里的地方 来到耶路撒冷来寻找 耶路撒冷找不到 再做骆驼 再到玻利横城去找 一定要找到 但反而这一班民间的文士和 这个祭司长 他平时是在圣殿教训百姓的 叫百姓说 要等候基督回来 等候基督出现 等候基督降生 这些我相信文士经常会提到 这是犹太人的盼望嘛 反而真正耶稣降生的时候 他们反而是 一点科目都没有 也不去寻找耶稣 从耶路撒冷 那些博士可以 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 经过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然后又从耶路撒冷到玻利横 他们却是 仅仅从耶路撒冷到玻利横去寻找 都不会 一点动心都没有 只不把那一节圣经背得很熟 这对我们今天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亲爱的兄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是否有这种情形 可能圣经很熟 对人讲道讲得很熟 但是我们心是否科目着 真正科目 爱慕主显现呢 我们预备好了没有 啊 救主提醒我 叫我们心是实在是科目主 不要做假冒为善 我们看见 当时那批宗教领袖的情形 实在成为我们今天的见解 连民间的文士是专门教训人的 竟然不可目也不去寻找 所以他们即便知道在玻利横 基督的降生对他们来说 没有带来祝福 因为他们不可目 所以神的祝福很 很奇妙 他叫父族的空手回去 叫饥客的得宝美舞 这帮博士他科目 神就向他显现 所以他们在那边找不到啊 只知道一个答案在玻利横 你看这证明这帮博士 原来圣经都不熟的 没有圣经根基 是这样没有背景的前提之下 因为科目神都带他行道主 相反那些所谓圣经俗的反而行不着 这还是他内心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看见 我们要圣经俗 但是我们更要心灵科目 这样一来的时候 就变成神的话呢 就成为你魔大的祝福 不要像老底家的时代 不能不乐的光景 好 我们再来看第七节 当下希腊暗暗的招了 博士来 西温那行是什么时候出现 哇 你看希腊是多么惧怕 主义书降生的时候 应该是普天同庆 但是希腊王不安了 你会看见 神的工作在哪里 撒旦的工作也在哪里 撒旦想借希腊来逼迫 来残害 所以西温王在那边 越听越不安 仔细 这个了解 他这个了解不是 他假意说 你们就猜他们往伯利恒去说 你们去仔细 寻访那孩子 小孩子 寻到了就来报信 我也好去拜他 这里你看见这一位的希腊王 他是虚假的 他根本不是想去拜 他想去杀 他就想托这几个博士 去寻找寻找到了 然后就来告诉他 他多么狡猾 实在是非常的狡猾 历史上呢 许多时候当神的儿女 在一些各处有时候面对 逼迫的时候 也常常面对这种情形 求主教我们呢 是灵巧像蛇 聪明 这个善良像个子 灵巧像蛇 善良像个子 所以 教我们是有智慧的 当时 这几个博士 由于他们呢 不知道这些情形 很单纯 所以他们说 我们是来寻找 君王降生 然后这些情形 什么时候看见星 就这样照讲了 然后呢 叙利就拆拜他们 他们往玻璃横去的时候 仔细的查访 他假意说要去拜他 这完全是虚假 那我们再继续来看第九节 他们听见主的话就去了 在东方所看见那星 复然在他们前头行 执行到小孩子的地方 就停 就在上头停住了 咦 在这里我们看见 星是预表骑士 在当时来说 可能就是一位天使 然后就引到他们 什么时候引到呢 当他们离开 叙利王宫的时候 天使就引到 从这里你会看见 在他们行求主的路上 他们遇到 有用人的方法失败 遇到许多艰难 但是 这些艰难都拦阻不了 他们科目的心 拦阻不了他们科目的心 叙利王和当时的 祭司长文士都给 不能给他们 主耶稣降生的准确地点 最多只能说 照着一员在伯利恒城 他们已经很翻识了 继续寻找到伯利恒去 当他们 平行走上去的时候 启示来到了 所以启示的光 许多时候 是当我们科目 平行行走上去的时候 光照来了 引到来了 就像以色列人 跟从主出埃及 过洪海 结果迎住佛住 就这样引导他们 走旷野路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的是 这一个 这个启示是很奇妙的 这个心 复然在他们前头行走 然后引到小孩子的地方 叛击法说 今天圣灵的启示 心所表征圣灵的启示 乃是 引我们到基督面前 所以启示来是叫我们认识基督 启示来是叫我们去敬拜基督 启示来是叫我们 把自己上好的献给主 正像他们把这个房金 乳香 墨药献给主 这是上好的 当时在中东地方 这三方面都是上好的 最 这个金贵的 上好的 还有信心的问题 你看当心停在 小孩子所住的地方上头的时候 心很高 你看你今天在住的地方 你即便抬起头来看心 下面有多少房屋 你真是不知道 是哪一间房屋 即便当时是农村的地方 比较相个远 但是那个心停在上头的时候 对下来不知哪一间 但是你知道 这一个 几位博士的信心 他就是科目 无论如何要找到 因为他科目 心引到他 若是他凭自己的见识 说那心引到 即便到那个地方 我也不知道 因为停在上空 下面那样多房屋 在这间房屋 对上去也像是对他 在那间好像看上去 也像对他 不是哪一间 但是他有信心 他不凭自己 凭信相信神 所以神引到他 到那个地方 他一走进去那间房屋 就是找到主耶稣 这就是 得着启示 科目和信心 两样都需要 一个没有信心的人 主不向他启示的 然后 这个心停在那里 我相信 天使引到他 停在那里 所以 一切的启示 都是叫我们认识基督 联以基督 第四节 他们看见那心 就大大反省 你知道 当时他们 在迷途当中 看见新的引导 心灵的反省 这说出了什么 这说出了 他们经历神 这说出了他们的心 的价值观 他们 不亏心说 付了这样多代价 一年多 这样多的劳苦 没有 一看见新的引导 已经喜乐得不得了 大大反省了 所有的疲惫 劳苦都忘了 今天在跟从主的路上 一个活在 启示亮光中的人 他侍奉主 追求主 认识主 很喜乐的 不会说琵琶的 因为有启示 所以什么时候 我们看见 启示的光 引到我们的时候 什么时候 我们灵里就喜乐 一个没有圣灵 启示亮光的人 里面暗淡 所以常常喜乐 就是常常活在 神的面光底下 侍奉神 有圣灵光 启示 然后进了那一个房子 看见小孩子和他的母亲 进了那一个房子 看见小孩子和他的母亲 这里他没有说 是玛利亚抱着小孩子 是说小孩子和他的母亲在一起 然后呢 就复复拜那小孩子 请我们特别留意 这里没有说 就复复拜玛利亚 没有 就复复拜那小孩子 所以今天天主教 他们把玛利亚封为圣母 第一圣经从来没有这样提 圣经只说 玛利亚是 是一个主的死女 蒙大恩的女子 所以从来没有提到她是圣母 这是人为的 这是违背圣经 第二 他们来崇拜玛利亚 圣经从来没有提到说 拜玛利亚 是不准人 拜 为何呢 因为除了 圣父圣子 啊 值得我们敬拜 其他的 任何东西都不可 所以呢 你会看见 任何人都不可 所以在这里 圣经写得很清楚 就复复拜那小孩子 就是拜耶稣了 你看见耶稣 复复敬拜 你看这就是几个博士的谦卑 他一点不会看见 我是博士 是大人 拜你个小孩子 不 因为这一个小孩子 耶稣 他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他降生 拯救世人 所以他是 复复的敬拜 这里说说 他们 真正认识主的 就是谦卑复复 不是骄傲之老 不说他是保鞋之士 博士 当时年代很少博士 但是 他是那种谦卑 真正认识主 不敢教 是复复敬拜神 一意见 主耶稣的时候 他是复复拜 那小孩子 他们实在是有福的 今天在我们祷告里 复复敬拜主 常常赞美主 继续祷告 我们需要有这种 敬拜主的心 然后 解开宝盒 宝盒 不是一般的盒 犯及法说 当时这三样东西 我们先说这三样 房金 乳香 墨药 为礼物 来献给耶稣 每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 他是把他上好的献给主 一个 肤浅认识主的 他的心是怎么样 肤浅认识主的人 是每次来到主面 就是主啊 给我这个 给我那个 帮我这个 帮我那个 固然我们跟从主 需要主的拯救和帮助 但是一个真正认识主 是宇宙的自保的 他就像 门徒们那样 撇下所有跟从耶稣 就像使徒保罗说 丢弃万事 看作愤怒 围绕得着基督 因为主耶稣是自保啊 宇宙的自保啊 所以真正在 启示框中认识 基督自保的人 他们是肯为主花费 就像玛利亚 把智慧针 打破 打破玉瓶 把香膏 倒在耶稣头上 完全的倾倒 全腹的爱倾倒 把上好的献给主 把你的上好献给主吧 多年还在我幼年的时候 当我门主开启 从圣经神的法语 看见主的宝贝的时候 我从那一刻时候开始 把自己的一生 完全献给主 为自己无所求 为主求一切 这一生完全的献上 一点不解的自己 什么献 什么 觉得神的恩典 完全神的怜悯 并且是里面 夜为主 白上 夜满主 夜能够有机会 为着主 夜满主 所以我昼夜为着 当时祖国还是 九亿人口 得救带导 今天13亿 带导 并且为全球各地的 的民族 灵魂得救带导 为了福音传遍 牧甸之下 带导 救主得着我们 叫我们看见 这几个东方的博士 那样远来到找耶稣 不是向这位君王说 求你显个灵 叫我们得福 没有 祂是献上说 最上好的 房金 乳香 墨药 这三量是 收在宝盒里面 多么蒙福 记载在圣经里 你看见他这个奉献都有福 若是他这个房金乳药 这个墨药 乳香 这三样 他自己用 再多都没有人知道 不被记念 但是他奉献给主 记载在圣经里 蒙神约纳 多么有福啊 今天我们都把 我们一生献给主 我们都更多为主奉献 摆上我们的上号 包括我们的 青春光阴 时间金钱 经历 都为主摆上的时候 那日蒙主约纳 多么有福啊 好 现在我们讲一点灵意 房金 属灵的意思呢 当然第一层就是上好的 最好的 我们来朝建筑 不要把次等的 有瑕疵的 就像就业献祭的时候 不准把这个有残疾的 这个牛羊来献给神 神不要这个 这好像是 这就像藐视那样 神要的是 我们把无残疾上好的 所以献给神是上好的 那么 我们每天祷告的时间 是晨庚是上好的时间 不要把这个夜晚最疲累了 才勉勉强强看一下 圣经当然好过没有看 但是这种还是次好的 应该把上好的献给主 上好的时光是青春 青年的时候 上好的时光是现在 所以我们应该把 最上好的献给主 好 我们在这里看 第二方面是灵意 灵意呢 房金呢 是代表神的俗性 是说出了神的荣耀 神的荣耀 所以这乃是预表着 祂是把荣耀归给主 并且同时呢 这更是说出了 主一生的执事呢 是在那边荣耀神 彰显神的荣耀 彰显神的荣耀 和神的性情 还有鲁香呢 鲁香在圣经里 经常预表着 是复活生命的表现 因为鲁香它是一种植物呢 割下去之后 它这种植物的奶出来的时候 就成为一种香料 也成为一种医药 所以 就位圣经有一句话说 激烈区没有乳香吗 我的百姓为何得不到医治呢 它也是不仅是香料 同时也是一个 医治药物来的 那么这里呢是说了 它经过割了 受伤了 才产生出来的 这句表证的 这个复活之后的香气 复活之后 所流露出来的 香气美得 成为人的医治 那在这里 一表在耶稣基督身上呢 就是说明了 祂所献的 第一说出 主耶稣出来的 净直的知识 祂一方面 祂会 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有神的性情 还有神的彰显神的荣耀 然后另一面呢 祂又是像是 活出这个 在护佛里的那种 那种美好的 就是主耶稣的生平 是一直把神的美德呢 是活出来 祂的温柔 忍耐谦卑 祂的各方面的美德 而这一些所活出来的呢 都成为世人的榜样 当然主耶稣的这些 所显出的 也是成为门徒们的吉利 然后 这一个默药呢 是预表十字架的史 一个默药呢 是最苦的一种香料 它本身的香料 经过火烧就越更加香 所以呢 是默药 是苦药 是说出了苦难 是说主来到世上 他多长经忧患 多经历劳苦 然后最后为世人 最定十字架 所以十字架就像默药了 十字架苦难 所以是为我们而散发 心相之气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第二章那里也说 我们在 感谢神 常率领 我们在基督里夸胜 并接着我们在各处 传扬那些 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 这里的鲁香是香气 鲁香的香气 是复活的香气 是信耶稣的新人 所活出的 基督的美德的香气 这也说是 耶稣基督 他把这个 神的美德彰显 然后默药 说是基督受苦 所散发的香气 经过火烧 更加像火预表 泛滥 就是说 基督他一生 所经历的劳苦 走私家道路 直到牺牲在私家上的时候 受死在私家上的时候 他都是在那边 受尽苦难 患难的火 但是他却散发了 神的新香之气 叫我们得救 然后就着物质上来说 这三方面也是神的预备 因为当时月色 他本身 月色早期 他是个木匠 他现在离开家乡 他来到 这个伯利恒 在这段时间里面 根本他不可能有自己 的工作 因为是人地称书 所以他需要 这个路会 还有生活会 怎么办呢 感谢神 神实在是为他预备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会看见 神就很奇妙地 借着东方的几个博士 当然博士比较有钱 当时一般穷人 没有办法有房金 乳香末药 这是很贵 所以收在宝盒里面 他感谢神 神就奇妙地预备 你看月色尊主为大 玛利亚尊主为大 在他们所需要的一切 神就为他们预备 因为一切分不久 就开始有一个孩子 当然是 耶稣降生了 他要 生活会要多很多 要照顾 要很多方面的付出 但感谢神 他甘心把自己摆上 两夫妻 同心合以 侍奉神 成为神的器皿 耶稣降生了 接着一切需要 神看顾 非常奇妙地 这个东方的博士来到 就把房金献给 他 这个房金献给小孩子之后 灵意上是献给祖祖耶稣了 同时 这些留下来的时候 玛利亚就把 这个月色就能够在他 后来 蒙天使只是逃到埃及 再逃到哪撒勒 要 这个居住在哪撒勒 都需要 安家会用各方面 这些都是这个 东方博士来预备的房金 还有 乳 这个 乳香 还有墨药 这个乳香墨药 都很贵 这些都可以成为 他的将来的会用 就是神奇妙的安排 所以当我们为着主 摆上不看反景 不看自己 是为着主摆上的时候 你会经历 耶和华以乐的神 在侍奉神的事上 必有预备 你为着主 主就看顾 这也是信心的生活 然后呢 第四二节 你看 博士的服侍 就是意见主 不是像主要神 反而把上好给主 然后就满足了 就回去了 非常满足了 这里你看见 一个真正蒙奇士 认识基督 而侍奉主的人 他为一位主摆上 耶识节的满足 所以 从来不求从人来的赞赏 他在暗中所做的神知道 圣经写出来 当时博士 这样多的奉献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去称赞 但是神看见 写在圣经里 蒙神约 所以今天 我们一切奉献 做在暗中 主知道就够了 我们就满足了 多年来 这也是我个人所经历的 好 然后呢 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 不要回去见犀利 就从别的路里回去了 原来博士得着的启示 只不过是一颗星的启示 天使 这一下子进一步启示 是天使在梦中 向他显现 对他说 不要回原路 从另一条路回去吧 这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神实在用他们 他们这样的诚心 神进一步启示他们 第二个更主要原因 是神要保护主耶稣和约瑟玛利亚 免得犀利来杀害他们 所以神就吩咐他们 然后博士你会看见 他们立刻遵行 十三节 他们去后 有主的使者向约瑟 梦中显现说 起来 带着小孩子 从他的母亲 逃往埃及 住在那里 等我吩咐你 因为犀利 必寻找小孩子 要除灭他 犀利在暗中 心思所计划的 神完全知道 所以神一面在梦中 起司博士叫他 从另一条路上去 你看博士完全遵守了 所以后来呢 犀利见自己 给博士一弄 就大大发露 他看见好久 博士都没有来告诉他 就发露 在这里 你会看见的 就是 犀利所做的一些神都知道 所以神指示这一个博士 博士就完全顺服 在这里你会看见 这几个博士呢 是听从神 不听从人 犀利王那样大的权威 他不讨他的关系 他就顺从天使所讲的 从另外一条路回去了 在这里也是提醒我们 一个有主起司 寻找主的人 就是尊主为大 忠于神的话语和起司 然后耶稣也是这样 梦中盟主一起起司 叫他带小孩子 同母亲逃往埃及 他就去了 我们读很容易啊 我曾经在以色列地的时候 坐车到埃及 经过西乃旷野 很远啊 好多小时 五六小时六七小时 在这样长的 在仅仅在边界的地方 还不是从耶路上 在边界的地方 再坐过去沙漠 但是当时是没有 这种旅游巴士的车辆很快的 当时是什么 当时是骑着骆驼 要经过大而可怕的旷野 那是很艰难的 但是你看 约瑟是多么的顺服 他和玛利亚 约瑟一得到起司之后 立刻带着 这个玛利亚和主耶稣 一同逃离到埃及西 逃离的情形是很艰难啊 又惧怕啊 又要面对迁徙 又不知道在埃及 住在哪里 又不知道埃及前面道路怎么样 你看耶稣一结分 他却面对这样多的代价 但他付这些代价在所不惜 所以神捐选他 成为主的器皿 他就完全顺服 天使怎么说 他怎么做 实在是我们的榜样 今天我们为着主 不应该计算代价 啊 约瑟 带一家人离开 玛利亨 到了埃及 经过好远的路途 到埃及 就住在那里 一直住在那里 只等天使的指示 这看见约瑟 他是很顺服 好 在这里呢 我们也看见 然后呢 约瑟就起来 夜间带着小孩子 他不是 第二天早上啊 夜间发完梦 立刻起来 带着小孩子离开 逃命 你会看见他是 雷厉风行 对于遵行神的指示 立刻夜间 夜间要走路很艰难啊 还有可见他家 家境是贫穷的 没有什么家具 没有什么东西 就几样东西 拿拿 半夜就 夜间就带着 玛利亚和耶稣 往埃及逃去了 就往埃及去了 啊 另一面我们也看见 主耶稣的降生啊 撒旦是兴起烦情要逼迫 哇是多方的要来攻击 但是神在那边保守 还有呢 这个月色的顺命成为我们的榜样 然后就住在那里 只等到西里王始料 这就应验主 借先知所说的话 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 啊 神的话一定应验 受到了主耶稣从埃及 给呼召出来 好 今天时间关系呢 我们就暂时分享到这里 下次我们再从十六节开始 请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天父 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 也求你赐给我们 有回头亮光 叫我们每一位 都能够看见主啊 你是以马列利 你是耶稣 要把自己的百姓 从罪里拯救出来 你是以马列利 叫我们常住在里面 享受神的同在 叫我们能够下巴一人 这个月舍和玛利亚 他们那种 忠心负代价 成为你的器皿 叫我们能看见 有这个东方几个博士 那种的渴慕 有你圣灵的启示 能够忠心信而顺服 科目的追求认识主 以致我们多多在 启示的光中 来认识主 朝见主 来把上好的献给主 主啊 叫我们过一个 侍奉敬拜你的生活 把上好的献给你 求主也得着我们 叫我们能够 所做一切都是 遵你的话语 忠心的遵行 还是把荣耀爱太赞美 归给你 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今天我大概和大家分享 就停在这里 那么 我要再最后强调一点 就是主的话 一定要应验 那么 约瑟 他就停在埃及 相当的一段时间 只等到 时候到了 天使向他显现 他在 到我们拉撒勒 今天我们 侍奉主的人 要完全照着主的引导 走在神执意的路上 好 时间关系也分享 就停在这里 宴神祝福你 请不吝点赞美